昨日9月28日周五,布伦特油和WTI原油价格在尾盘纷纷大涨,其中布伦特油价格成功突破82美元关口,收盘涨至82.85美元桶,WTI原油价格成功突破73美元关口,收盘涨至73.49美元每桶。 从周线图上看,原油价格成功实现三周连涨,与此同时国内明月9月30日24时将迎来新的调价窗口,此前市场普遍预计明日成品油价上调或每吨涨180元,各国纪元油价格接连暴涨,现在市场最新预计数据,未预计每吨涨200元。 可怕,国内成品油价次调价涨幅或许会有些大过,成品油价隔月内三连涨,年内或将迎来第十二次上调,由于国际人油价格持续上涨,9月国内成品油价已经上调了两次了。 至月底最后一次调价将大概率实现三连涨,截至9月28月第八个工作日,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期17.03美元桶,变化率2.83%,对应器材油价格上调200元每多二。 分析机构指出,本季在周期以来,主要产油国为立即增产等消息灭力好持续发酵。 国际原油价格暴涨,拉动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,继续在政治区间上涨。 半轮成品油零售价价或连续上调,若本次上调落实,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年内第十二次上调。 初创资讯成品油本习师薛珊表示,欧佩克和俄罗斯等产油国,在日前举行的能源步骤市场监督会议上拒绝了特朗普增,加产量降低油价的要求。 国际油价上涨,其中布伦特原油期货,再次突破每桶80美元,涨至近四年以来最高价位,受此影响,国内成品油调价参考,的原油变化率持续正直拉升。 总而言之,此次油价涨幅将有些大,9月30日24时最新调价幅度,或许比此前要大一些。 有必要的话,私家车主们可以在调价窗口开启之前,整车子的油价们,一方面能省则省,另一方面也方便大家国庆出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